修行肯定先得清净心 任务没有了 清净心要从无我下属 怎么无我 我念念都想众生 不要去想过 我就淡化了 念念想正法教主 念念想帮助众生历苦的路 从来没想过 帮我变成一切众生 帮我变成 祝佛如来的正法 不是一尊佛 摄佛三世一切伏 慢慢自自然然 我们的心事 荣辱自信 要把心事化解 荣辱自信 荣辱自信之后 知道 变发界修空界 跟自己是一体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入这个境界 这就成佛了 佛以法为身 叫法身 法身就是 你承认 变发界修空界 是我自己 这就叫真的 这就叫真的 法身 所以 讲伦理 伦理是讲关系 中国人讲人与人的关系 五大类言 父子 夫妇 君臣 长幼 朋友 这人是关系 佛法将决了 佛法将一体 这些人 我们可以把它讲成 无能一家人 达到极处 六道里 这叫人道 人道是一家人 这个范围扩大了 人道一家人 佛更大 佛说 变发界修空界 一切法 是自体 跟我是一体 比一家人还亲切 一家人不是一体 佛将是一体 为什么是一体 是一个自性变体 自性是一个 变发界修空界 一切诸佛刹土 一切众生 一体 确实的 一体 哪有不爱的道理 一体 哪有不全心全力 协助的道理 全心全力 去照顾 去关怀 那什么人 法神菩萨 因为他知道 一切法是自己 照顾得 无为不止 在这个境界里 才真正了解 事处事件 一切法 没有比佛法更好的 未必佛法更殊胜 做佛 真正是敌人的人 方老师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我得到了 我从这62年当中 得到的 真正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真正是教人 法喜 充满